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毕麦克,我是国际祷告店的负责人,我们在堪萨斯市就在美国的正中心位置。 我为着守望着家人非常感恩,在会集的聚会中,在不同回家的聚会中发生的是,神用充满活力和动态的方式将全世界各地不同流派的基督身体连在一起。 我们正在学习用下一个层次与圣灵互动,我们是圣灵的器皿,能展现神的国度,我们接待神的同在,并带入我们的关系中,带去工作场所,大学校园,带去会议室,也带入法庭,我们把神带到公共场所。 但我想给你们一个短短的分享,耶稣说,你要尽心尽信敬业,爱主你的神。 他称这个教训一个很独特的名字,是这样的一般我们很容易就错过。 他说这是第一诫命,最大的诫命。 我想说的是,这是圣灵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 耶稣称之为第一诫命,对神是非常重要的,对教会是最重要的。 根据神的看法,我想鼓励大家非常专心地与这诫命互动,火出来。 这会让我们有一个火热,充满火力的心,与彼此连结,也把神的统在带给别人。 从堪萨斯市祝福你们,我爱你们,守望着的全球家人们。